嗨我们大家好我是电踏大叔 嗨我们大家好我是雨凌 欢迎收看周婉抢先报 想不到我们竟然错过了这次 沉默之秋免费新作的第一时间试玩啊 听说大叔是沉默之秋的老玩家兼粉丝 没错啊 尤其是当时PT席卷全公司 大家会议后试玩的时候 被吓到全员奔出会议室的景象还立地在目啊 那时候我还没来电踏 好想看众主管吓到试魂的样子哦 我跟盘导也有晚上一起玩PT 一起被吓到不行的经历耶 不过这次沉默之秋短讯 当然不是小岛秀夫参与的作品 是KONAMI跟HEXA DRIVE合作的实验型作品 早在2022年时 KONAMI就已经有宣布 会开发几款沉默之秋相关的作品 毕竟这个IP不但过去有拍成好莱坞电影 同时也影响了后面许多恐怖作品 包含有点性感又有点灵异的怪物设定 血腥又充满艺术感的画面 以及在现实世界与充满灰烬 废墟铁锈的怪物议空间 这次沉默之秋短讯中 玩家扮演一位叫做安妮塔的年轻女大生 来到一栋诡异的废弃公寓大楼 安妮塔是来寻找她看似以自杀的闺蜜 玛雅的秘星 因为玛雅死后 却一直有人用她的手机持续更新社群贴文 显然背后可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游戏制作方指出 希望透过此游戏让从未玩过这个系列的玩家 重新体会沉默之秋的魅力 选用摄取媒体这个贴近现代年轻人的切入点 探讨如何让现代议题融入其中 即使是线上一点也不歇厌的 虽然名留言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仇恨与恐怖 诶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劝势作品啊 这种透过恐怖的故事体验 来劝人重视善意跟爱的主轴 过去也在沉默之秋的相关作品中被提及啊 总之看着看着就蛮期待来玩的 目前的沉默之秋短讯呢 在PS5平台上已经可以免费下载了 游戏时长约90分钟 大家周末不逢来试试看吧